那麼這次要教大家製作的是 簡單的一個浴室的場景 想要做一種比較有情緒 主要也是順便練習一下這個場景的製作 好 那我們就馬上打開我們的Blade 我們來新建一個Cube 我們稍微縮放一下空間 然後我們把前面的這個面刪掉 接著我們把它移動到這個水平面之上 把整體的這個寬度啊什麼的 都再給它調整一下 好 那我們接著來製作這個洗手台的部分 洗手台很簡單就是一個Cube 放這裡 洗手台會怎樣 會有一個凹槽 就我們怎樣 那個i i縮小 然後g x往後移動 好吧 我們s再調整一下大小 差不多這樣 然後我們extrude往下 就是到一個看不到的這個就可以 這樣就一個簡單的這個洗手台 OK 接著呢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馬桶 旁邊做一個比較現代感一點的這個馬桶 進入這個編輯模式 選中前面兩個在邊 Ctrl B 選一個弧度 舒服的 大概這樣 然後我們中間呢 給它切一碗 選中下面的面 稍微縮小 然後我們gx 往後放 大致加抓這個感覺 然後我們把這個面 Shift D 然後往上 右鍵 separate 我們把它分離開來 再進入我們編輯模式 全選 extrude 往上 好 大概是這個感覺 我們先給它shade smoothing 最後我們再來做優化就OK了 現在不緊 先在這裡 我們讓中心點來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清建cube 這個算是這個水管的地方 就是讓它多一點結構性 做一個比較現代的這種馬桶 讓它去貼合我們的牆壁 再來呢 我們是做一個這個乾絲分離 放在這裡 我們做一個乾絲分離的意思 這樣 做一個這個裡面放的那個水龍頭 先建一個圓柱 我們把它放上來 開一下這個磁鐵好了 比較好用 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旋轉90度 旋轉90度 這樣子 然後這裡 i 縮小 然後extrude 往外 這個感覺 然後我們這時候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全選 把它往旁邊移動 這時候我們再用這個 mero的功能 mero功能 接著呢 讓這個圓點來到我們選擇的地方 shift a cube cube 出來 我們讓它一樣 進入編輯模式 到這裡 選中我們這邊 出來 Ctrl B 這裡加一個 讓它extrude出來 這時候一樣 給它一個mirror 好像還OK 快速的細分表面 進入編輯模式 一樣 我們讓它這個面 拉緊一點 然後右鍵 shade smooth 這個我們等一下 dable一下 shift a 新建一個cube 一樣 縮小 都要記得進入編輯模式 這樣你在做mirror的時候比較快 如果忘記了 就再 另外調整中心點就好 水龍頭的開關 好 我們要做一個十字的 這裡呢 給它加一個 q 謝謝 這個我們給它ctrl2 適合一下 拉緊的功夫 這個也一樣 ctrl2 這裡我們給它ctrlR 分兩個 然後 選中 四個面 這四個面 然後alt1 讓它 這樣 有一個旋轉水龍頭 然後ctrlR 把它的每個面都拉緊 另一邊也拉緊 好 然後 gillami 又過來 好像有點太小 會不會明顯 放大一點 好多了 接著呢 我們這邊呢 中間給它一個 然後我們選中這個面 一個處往上 先一個小的 再一個x處往上 是讓它那個結構有出來 好 我們就根據這個形狀呢 用ctrl 加右鍵 去稍微 拉一個 彎補的這個處往 裡面的面 要記得算這樣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這個管子 有點太寬了 所以我們選中這個 然後稍微 往旁邊 讓它們兩個 看起來更細一點 好 OK 然後呢 我們分一個 這個 分離開 然後點它 把Mira取消 移動到這個中心 然後這裡 右鍵 setOrigin 回到它這個物件的中心點 這時候我們shift s 一樣 讓它來到這個物件上 我們給它做一個固定的這個 固定的這個 固定的這個 Ctrl2 然後CtrlR 給它做一個拉緊的動作 再讓它稍微寬一點 沒有對得很準 稍微再調整一下 再來呢 用個 圓柱 好 然後往前 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 對在我們這個 縮小 可以大一點 我們給它下來 這裡呢 我們用個I 往上 用I 往彎 用Babel好了 好我們選中我們這個聯繃頭的地方 來到這裡 我們新建一個球體 我們選中下面的這個面 把它刪掉 這樣 靠過來一點 好 OK 接著呢 再回來我們這個洗手盤 我們一樣 Fable 地上這個也給它Fable一下 好 接著呢 選中這些旋轉的東西 盡量讓它的 這個物件的設計 可以保持一致 然後 做個這個出水口 一樣 刪掉這個Miro 回到中心點 回到這裡 出來一點 我們一樣用個Cube 往前 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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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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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然後再Ctrl 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切一個孔 一束 再一束 再Ctrl 把它拉緊 這樣 右鍵 好 完美 再來呢 我們來弄個 按鈕 不然要怎麼沖水 對不對 這個沖水的 一樣 這樣 I 趕快一點 這時候呢 選過來 一樣個圓柱體 Ry90 這樣 稍微縮小一點 是怎樣 按壓式的 對不對 讓它去回到這裡 去做一個 鏡射 然後這個 Bevel 這個 也給它Bevel S 讓它回到原點 我們加一個攝影機 加一個攝影機 按這裡 我們給它 Ctrl Alt 0 好 然後呢 稍微對齊 往這邊 我們先用Cycle 打光 我們來先分類一下好了 我們呢 選中這裡 然後記得你都要Ctrl 按著 然後把它DESLECT掉 不然你就會 包到你不想包的東西 我們來做個分類啦 這個呢 我們叫洗手台 這個呢 我們叫馬桶 馬桶 那我想要改動一下這個位置 看不到的就是給它藏起來 接著呢 馬桶呢 我們試試看Bevel會不會好 你看它旁邊 這裡的光 這個切度 它沒辦法做那個 像這邊這麼漂亮 會這樣呢 我們就把它底部的這個面 選起來 然後S X SY 讓它再縮一點 它那個自己的AutoSmooth的角度 就會自動幫你切出來 這裡呢 我們一樣給它Bevel 下面這裡 先Bevel 我們繼續呢 做一個這個 我們Shift D 往上 Ctrl R 選中旁邊這兩個面 然後 Extrude 往上 選中這兩個面 然後選中這兩個面 進到這個AutoDigi裡面 有這個 Bridge Energy Loops 連起來 中間給它Ctrl R切一刀 然後我們F 把它合併起來 這樣呢 它就會變成一道門了 我們選中這個房間的這個面 我們給它High 對準 對準 差不多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個面刪掉 我們可以稍微製作一下厚度 所以我們把它往後 Extrude 然後S 然後我們把它 F嗎 然後對 大約這樣 這個面我們就Shift D 到這裡 右鍵 分離 就是讓它在這裡留一個縫 好 大約是這樣子 OKOKOK 首先呢 先來對這個牆壁這個 做一下材質的製作 Shift A 用一個Brick Texture 新建一個Color Ramp Raw Height 改成0.5 跟上面這個要一樣 這裡Ctrl D 這樣就有了 簡單來講一下 首先呢 先把這個牆壁啊 用這個Brick Texture 然後呢 要注意的點是 這兩個的數值要一樣 基本上就是在講這個方塊的長寬 所以你用一樣它就是正方形 OK 然後呢 這個Scale 就是控制你這個Brick的縮放 這樣 然後呢 這個Mortar Mortar Size 就是這個 縫縫的這個 細的大小 所以我們就給它改成0.01 好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用一個Ctrl T 來做這兩個Mapping 跟Coordinate 然後要把這個 去編輯模式全選 U Cube Projection 要記得先做這個 拆UV的動作 然後連到UV之後 它就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這面啊其實是白色的 它都是白色的 那變化主要在這個燈上 所以我們先暫時都用白色的 先重來新增一個彩質 我們用黑色 再做一個彩質 我們會把它Transmission打開 Dropness 調低 進去編輯模式 讓它去對這個面 做Assight 這個部分我們就用一樣2號 那我們這裡就用2號 好的 那麼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浴室的室內的場景製作了 那麼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那麼呢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